法国的疫苗接种工作已经出现了一些令人鼓舞的迹象 老年住院患者和死亡患者正在减少 发病率持续降低 据法国媒体报道 法国养老机构于2020年12月27号开始接种疫苗 今年1月11号开始 接种速度有所加快 1月18号起 社会上75岁以上老人也获准接种疫苗 法国疫苗战略指导委员会主席阿兰·舍菲尔认为 从逻辑上讲 2月底之前养老机构的死亡人数会继续减少 与此同时 截至2月18号 养老机构和长期病房的老年人至少注射了一剂疫苗的比例为77.1% 完成两剂疫苗注射的比例为43.9% 不过这种因果关系应该谨慎看待 疫苗对死亡率的影响不可能立竿见影 这会存在一个治后期 从感染到死亡的时间段通常为三周 但对健康脆弱的人来说可能会更短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